好了 歡迎各位觀眾來到這個 《住家財經》的錄影節目 錄製節目 今集除了我Jolie 李鴻燕做主持之外 也特別找來老友 這個特許金融分析師 Larry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的 Hello Larry 你好 大家好 第一次上來你們這個節目 當然找得Larry離不開投資世界 或者股票市場 今天最新鮮滾熱 或者過去的週末 大家討論得最多 就是講4加6 或者叫6加4都可以的 為什麼叫6加4呢? 其中一樣東西 加起來10萬億 就是講人大常委會通過致援隱性債務議案 化債 所謂的化解債務 那個總規模是去到10萬億 在這裡很快地講一講 究竟怎麼算6加4出來呢? 首先一件事就是這次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 增加6萬億地方政府債務的限額 另外4萬億怎麼算呢? 原來是分5年的 從2024年開始 連續5年 從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裡面 安排8千億專門用來化債 累計致援隱性債務4萬億 所以就出來6萬 再加4萬 就是10萬億 total 當然這個10萬億很早已經全是10萬億了 但是這次出來 似乎就跟大家預期的有一點點不同 有兩樣不同的 第一樣不同的就是它沒有做那些 就是講實體經濟 或者跟之前2008年 講那個超前去做基建 或者是做一個財政政策有一點點分別 第二樣東西也沒有講評準基金 也沒有說直接注資到這個六大的國有 或者商業銀行裡面做一個資本注入 好了 看回這裡 你問一下Larry 整個這次這個化債的規模做法 似乎跟一路在傳的 或者不要說是傳的 跟大家在憧憬的10萬億 或者是2萬億 1萬億是平準基金 1萬億是注資六大行的 好像有一點點分別 但是你自己覺得怎麼看呢 就是投資界或者基金界 即時反應當然是一般的 是吧 這樣 因為大家對這個 人大常委開會有一定的期待 還有期待中央推出一些 這些經濟的政策都期待了很久 所以會有不少的人會誤會了 它就只有這麼多 所以即時的反應應該是 在港股A股來說 尤其是港股一班外資 還有香港本土資金就會看淡一點的 因為那個推出的政策 那個吸引力不是這麼大 因為你地方債 都是解決了自己的數字而已 是不是 就可能令到地方政府的財政鬆一點 又可以推出多些地方級的這個財政政策 但是這些對股市的刺激作用 當然是比較間接的 所以有期望而你出這一批政策的話 市場比較不接受的機會都大 但是也都要分兩頭 其實這次中央出這些政策的方式 就是喜歡分很多很多次出 這次出了這些不代表你期待的東西不會出 下次再說再下次再說 但是市場有多少人去再繼續期待呢 這個都挺爭議性的 我覺得港股就比較多人是 不理解那個中央分很多次出政策 分很多次說這件事 那A股就OK的 因為內地的投資者比較喜歡中央這一種 就說一路都有東西出 一路都保持著我熱度 你告訴我 你的鬥志還是很鮮明 還是想救 那他們又有信心 因為他們對中央救市 很有信心 因為是一個 炒慣政策事的一班人 無論是機構還是省戶都是 在大陸就是這樣 所以你保持政府一直有話說 他就一直有信心 投資故事 香港的外資就會炒這個如期六空 所以你預期得多 趕得少 那就先沽你兩下 當然我們看到 那個推出政策 或者叫通過這個相關議案 之後那個即時反應 就是那個黑旗 新加坡或者叫做新加坡離岸的期貨 恆子期貨 就立刻跌超過500點的 但是當然這個可能 好像Leary說的 或者是正外圍 或者是外國的投資者 未必那麼理解中國那種分批 或者所謂的擠牙膏式的舊市 但是另一邊說回 就是90多再加30 90多就是地方政府的債 包括隱性債 或者30多億的國債 就是整個中國那個 全國的債務 政府的債務都超過120億的 但是在這樣的環境下 如果單純的做化債 或者叫做削債 或者做refinance 其實對整體那個實體經濟 有沒有幫助呢 又或者好像 2008、09年 就是那個年代 4萬億但是做基建 推動那個的投資 或者推動那個實體經濟 有沒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這次 你又不可以說他沒有幫助 各樣的東西都沒有幫助 不過是間接的嘛 我自己都知道那些 有些事情確定會推出 但是不推 又或者見到 細色不對才有些後備方案推出來 那麼你 比起2008年那次 那次有做 這次沒有做 因為分很多次講的 平均基金已經割了半半半 不過 就上一次 924公布 那一下透露了 就沒有 到現在都沒有公布 那些我想 他們是想著 後面作為一個 後備殺手出來 出來去再鬥的 嗯 但是就不會這麼快 告訴你那些細節 也要用時間去醞釀 因為這件事 在中國是先錯一個政策 那它就慢慢搞 那不代表沒有的 所以那個問題就在這裏 你相信它是沒有的 還是信它是有的 但是 但是 立即插一插 那有人會提到 那它想做事 也都重視股市表現 你跌得多的時候 它就出來買一下 那你不用做得太淡的 我覺得 你都不夠去玩的 你做淡油是不是 那些都多少 現在看到 就是說當然 就算跌極也好 二萬點似乎就有一個 比較明顯的支持 又或者叫做 一萬九千點 九千多點 都有一個挺明顯的支持 那加上呢 好像你剛才 Larry說的 怎麼跟它做淡呢 就是對面那個 叫做政府 它出的政策 是一直有什麼不對路 有什麼不對路 又出 但是如果現在這樣看 我們作為一個投資者 小投資者 在這樣的環境下 我們可以怎樣去部署呢 就是 喂 是不是 逢低就去撩一些 又或者真的看著那個國家的政策 有些什麼呢 可以特別去留意一下 吸納一下呢 前幾段和你做其他節目的時候 講過那個框架都有效的 其實它 它今天的市場來到這個價 有可能它不是那麼失望 只不過 之前 大家一起衝進去買 一下升五千多 在高位買了的朋友 會失望而已 那假設 當 開會的時候 大家有檢討股市表現 我們用恆生指數來說 當然人家是檢討A股為主 恆生指數上到二萬名幾 二萬一 當你兩日或三日沒有發生過 比起它舊市前來說 為什麼會不滿意呢 它現階段經過了一個多個月 一個月鬆一點 還未夠兩個月 推高了幾千點 兩千點 它算是少一點 那下階段又推高 再下階段又再推高 它覺得可能是階段性的成果都不定的 我們就覺得它好像 衝了上兩萬三之後 跌了下來 很久都沒有第二波 就感覺到有點失望 但是在官府的角度看 它未必會很失望 它就繼續做 它的腦子裡面就覺得 那我推出了這堆政策 就升了兩千多 那下次再推又升兩千多 就行了 那每次推升兩千多 很快就有三萬多 那可以這樣想的 於是它是 只不過不要跌下去 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覺得其中一個 和其他小和容易的就是 它的手 它除了進攻 什麼時候大家再 第二波上升 或者再出政策推高之後 它防守那方面呢 其實做得挺嚴密的 因為廣股其實現在是 一來有很多後續的政策 令到你做淡油是有所顧忌 二來它真的可以真金百元衝進去買 又給一些人去借錢去買股票 或者回購自己公司的股票 這些都是令到市 比較難跌得深的一個因素 所以它下面是有一個底的 就是2022年見了一萬四千多 今年又見過一萬六千多 中的時候 年頭一萬四千多 那現在再上回來 只要遠高過一萬六千多 甚至去九二四宣佈之前 那些應該是一萬七千九 嗯 差不多 只要不跌穿那些位 它就 當年了 是的 它就什麼時候再踢上去 那所以下面是有個底 大家看到呢 某一些價錢是不會再見回來的 我看到一個廣股 嗯 就是起碼它不會讓你看到低於一萬七千九的那些 相信 那所以向下做下去的空間是很少 由於現在做上去是難的 所以就卡住了在中間 嗯 做上去難有幾個原因的 好像今天講的這些政策 對於大家衝進去買 是完全沒有一個刺激作用的 另一方面就是二萬三的那些蟹貨 其實還沒有消化了 那還在折磨著你 嗯 近幾天有抽高過 就是一堆科技股 和一堆券商股都有抽高 那也都很快會下來 我懷疑他是有心托高一點點 才準備今次 啊 星期五晚這個政策去 令到市場對他 嗯 你陰謀論點想 明知道這件事你會對我 那我就托高一點 那就不用穿了我以前防守線的那些價 是不是 或者不用自己托得那麼辛苦 這些都有可能的 就是如果給我做我就會這樣做 如果我做過幫官府打贓那些人的話 反正很久沒升過嘛 那先弄高一點點 是 但是如果現在這樣講呢 就是當然我們看過情況 就說似乎鐵桶底 或者鑽石底 或者什麼底都好 就出現了 但是好像我們一般散戶 一般投資者呢 看著這些這樣的市況 又升又不是升得很厲害 跌又不跌得很厲害 就是究竟是應該很穩陣的去買一些東西 然後閉上眼睛自己 還是真的 就是慢慢坐慢慢看 或者有沒有可以短炒一下 好像短炒的機會比較難 那短炒就跟它反轉做 你插下去你又不要 不要沽 沒有沽 是的 升上去呢 你又沽一點 就是沽定股 或者 反過來 那時候升了 升了一陣就食股了 嗯 倒轉做就對了 直到下一次 就是 那個市消化完 兩萬三千多的鞋貨之後 才有得搞的 是不是等個市 升穿兩萬三千 才叫確認下一波的升浪呢 那又 遲了一點 如果懂得看的人呢 應該看到 它用一個溫和的速度 去挨近兩萬二千多 兩萬三其實都是好的 就是技術分析來說 如果現在是急速 抽到它兩萬三 不一定是好事 因為距離上一次兩萬三 時間太近了 你綁了人之後 就是你在森林裡 弄了個陷阱 捉了那麼多動物 你沒有理由現在放它走的 你當然是要 將它剝皮拆骨 現在正在做這個過程 買了一些人 你要投降 低低的 給回一些貨 那我才滿意 如果現在踢上兩萬三 急速地 那你就個個逃生成功 沒用 那些貨就回到我那裡 用一兩萬三跟你接 那當然堆下去 因為悶到你死 你覺得市場已經沒有希望 就回到我 我才能賺到兩萬三 給你那一陣錢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過程 但是怎樣可以又升上去 又令到你不會很快速地解套呢 不逃生呢 就是升也要慢 升一萬呢 就會兩萬一千多 你又給我 嗯 然後我不升 又令到你以為了市場 你又再沽 去到兩萬二了 又有一些貨走出來就沽了 我又不升那麼多 有一兩萬二就打橫抖你 每次都升很少的時候 很久才上了回去兩萬三 那你就比較低一點的價 會沽一些貨給我咯 就是莊家股的莊和現在 正在做上去的那幫大戶 我不管你是國家隊 還是外資基金 還是什麼都好 基本上它都是在賣股票而已 它都是想贏錢 和你們正在做的事情一樣 不過大家哪個高明些呢 那我要賺外面街外的錢 我就要用 剛才我講的這個方法 不要那麼快上了 慢了 希望你便宜一點給我 那如果是這樣實戰 那用哪些板塊 甚至乎哪些股份 可以說是算了 我暗了眼睛 現在一邊買 總之跌又買跌又買這樣 挺明顯的 其實都 其實市場有幫我們選股的 因為二萬三 急插三千多下來之後 其實那些市場就回歸理性了 就不是什麼股都買 不是垃圾都升 以前我講過 垃圾都升的原因 是因為它們短了 那要蓋淡倉 經過924宣布之後 那但是 升完五千多 跌回三千多之後呢 其實大家有時間 空間去選股 所以大家看到 那個股票的走勢 開始分歧 在港股 和之前直上直落 全部人股票同步 是很大的分別 跌下來之後呢 有些股票已經靠近前高位 嗯 就是主力 籃籌都是 或者大股 有些創了新高 有些 就越跌越低 就不知道 這次條影的底在哪 由此呢 大家可以分辨到 究竟 內資外資的大股 是選了哪些股票出來 嗯 因為這個球 也是最喜歡的 很容易選 很容易看的 就算你現在 有些錯了新高的股 你不想馬上買進去 都好 那個號碼 你也要記下 你要知道這個是 相當多的 比我們多錢的人 是選中了 嗯 嗯 那你以下 未來這幾個月 起碼都要重視那些股票 所以這段時間 近幾個星期的強勢股 沒有了 優先 首先創新高的那些 就先選 好啊 大家聽完之後 你要看到 就是這個 6萬億 再加4萬億 分分鐘 就是 在一個入市的時機 而不是一個 的轉角市 大家聽完之後 也知道哪些 就是 經過這次 23000 下回來2萬邊 這3千點的調整 但是又有一批股份 真的創新高 有一批股份 是跟著市場一直橫行的 但是也有一批股份 是創新低 或者是跌下去 那大家就會很容易 是拿股票西算 去西島出來 好像一個 沙機那樣 沙一下沙一下 沙到出來了 好了那今集 雖然都 特意忍著的 我不問Larry 號碼了 但是都看Larry 有沒有事情要申報 問一問 我相信 有炒股經驗的 用剛才的方法 已經很容易找到 哪些是緊濟股出來的 我就主張買回緊濟股 所以都不需要特別說號碼 收窄了大家的 我也看到 立刻在那裡開 開著那隻 就是一字頭的那隻股份 不過都免得說號碼了 是啊 好 今集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都差不多了 謝謝Larry 我們有空找Larry 來跟大家分析見面 好 再見 好